他调这酒 那么有情调 你把我摆哪了 人家请我吃顿饭 我请喝杯酒 很正常 他都知道 他是我男朋友了 还跟他一块吃饭喝酒 就他俩人 那我幸亏下班走 打了 我没打 这回我没打 你干嘛了 我就跟那女的逗了两句嘴 这个开始跟我吵 然后话里话外 就说人家女孩 勾引别人男朋友 这人能愿意听吗 他俩吵起来了 后来人就说 行 我住了 我搬走了 搬走了 搬走了倒是挺好的结果 那这房子就别再往处租了呗 对 现在空着呢 可是他就是想着跟我分手 提过好几回了 你为什么不分呢 你都这么难受了 你干嘛不分呢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全世界的姑娘都喜欢他 他又喜欢全世界的姑娘 你干嘛呢 姑娘 我就想着吧 既然都谈恋爱了 就应该本满分分的 我第一开始是做美发师的 我都为他改了 我觉得美发师 我天天跟男的在一起 而且那些男的都比较时尚什么的 我怕他不高兴 我就干了美容 里边全部都是女孩 下班也早 也容易照顾他 家里边呢 收拾屋子 给他洗衣服 我对他挺好的 不是 人家现在不需要你照顾啊 你是对他挺好的 人家不要这好啊 你涂什么呢 不是 我就觉得 他也有时候对我挺暖心的 也挺照顾我的 天天在家里边吧 我喜欢吃什么 他都会给我买 而且还经常带我去逛街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特别的热心肠 只要有一点我需要的 他的地方 他都会帮助我 所以还喜欢他 是吧 但是又觉得你把握不住他 是这意思吧 现在他要走 你又舍不得他 你在那挺难的 是这意思吧 行吧 老师们给初初注意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姑娘 你刚才总结了他几点好啊 我听到说 你觉得他热心肠 你有什么事情 他都能及时过来帮你 可是他对别的女生也是这样啊 对吧 嗯 就所以说他对你和对别的女生 是没有区别的 对 所以我特别难过 所以这样的男人 你要他干嘛呀 我们毕竟有 这么长时间的感情呢 我理解你刚才谈到你说 他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 你看得很重 可是姑娘 这是你的第一份恋情 你要从这份恋情当中 吸取一个经验教训是什么呢 不要把任何一个男人 当成你的全世界 你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你把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这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 你的世界就会变得很小很小 所以你每天的关注点全在他身上 你当然会患得患失 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放得远一点 把你的世界放得大一些 把你的生活重心挪一挪 你也许就不会那么在意他 他今天如此不把你当回事 如此可以跟其他任何的女生 释放自己男性的魅力 获得别的女人的关注 就是因为你把他看得太重要了 让他找不着北了 所以如果想要让别人 特别特别地重视你自己 你要先特别特别地重视自己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男人 丧失自己的本性 永远知道爱自己是第一位的 这样别人才会用同等的爱来爱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老师 其实跟男生说的 我知道你可能一看上去 外形什么都不错 但你不能以这样的优越感 来欺负一个小姑娘 你对别的女生和对她没有区别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和她在一起呢 去伤害这个女生呢 希望你能够对一份感情 认认真真 坦坦荡荡 中中成成 如果你认定这份感情的话 就赶快放手 不要耽误姑娘 好吗 好吧 好 谢谢 祝您的兴趣 谢谢陈大老师 女孩我问你有问题 你觉得自己缺点很多吗 我还好 因为我比较随别人的兴趣爱好 去做有些自己可以能接受的事情 你说这是你的缺点还是优点 我觉得优点的话呢就是朋友缘比较多 缺点呢 缺点呢就是有时候人家开心吧 有可能我会不是很开心的 你认为她很优秀 说她优秀点在哪 嗯 她挺优秀的 她 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好 感觉就像个大太阳 这是你最喜欢的点 还是你最害怕的点 也是最害怕的点 那好矛盾啊 她照亮了我 也照亮了别人 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既不认识到真实的自己 你也认识不到真实的他 你现在表现出来的缺点 至少两点 第一无理取闹 比如你去宁他 打他 然后让他换工作 在他看来一定是无理取闹 但背后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是内心自卑啊 你好像貌似还挺不够的 怎么破辣的呀 其实呢 显示你很无助啊 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 你不要为人他转 你要做到一个真正自己的优秀 足以吸引他 而不是管住他 他是有问题 但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否则你只能是不断的 让自己的问题扩大 到头来都不知道 到底问题出在哪 就因为我不够优秀 男孩 你肯定是炫耀 你得享受 你看我人缘这么好 异性缘这么好 所以呢 他觉得你可能会有些问题发生 控制不住你 爱情是排他的 最关键是什么 不管周围有什么样的人 你的心里只有他 如果你能做到 你就是真正的喜欢他 如果你做不到 趁早跟他分手 不要害了他 好吗 就这样 小刘我问你啊 他有说过要娶你吗 我们两个谈过 他有说过他想要娶你吗 有 有 你说过吗 说过 好 就因为你说了你想要娶她 所以他现在已经做好了 贤妻良母的准备 把自己的工作 换成一个全部都是女性的工作 然后他以同样的要求 想要来要求你 他成为贤妻良母 你能够浪子回头 但很显然 你现在做不到啊 我觉得其实他性格还是蛮好的 为什么 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无论你是怎么拧啊 掐也挠啊 抓啊打 他都没有缓过手 对不对 他把我按住了 不 按住是正当防备 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对你动手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他可能没有那些出轨的行为 但是他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比如刚刚在舞台上你说 哎呀他可张人喜欢了 我一抬头 小张在那乐的呀 哎呦心里那个美啊 你很享受你张人喜欢 我喜欢他这种状态 他是一个很外放 然后不拘小节 甚至有的时候很难掌握自己和异性之间关系度的这样的一个男生 他说他要娶你 他只是说说 不然的话不会 你那么介意他和其他女生有这样的关系 他依然和他们微信互动频繁 依然礼物往来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初恋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最美好的 嗯 回忆 我明白了 老师 谢谢 好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你 如果 心里有良人 眼里边全是路人 很显然 你心里还没有 如果 你要和他在一起 就得想得开 如果 你要和他分手 就要放得下 祝福你们 谢谢 我真是想不出来 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你 是张牙舞爪的样子 还是现在楚楚可怜的样子 那都是迫不得已的 迫不得已就可以打人了 你已经失控了 因为你的嫉妒心是无休无止的 没有止尽的 最开始是让他换工作 现在是把房客也揣走了 接下来一步是什么呢 是不是非要把他赶到一个毫无女人 只有你一个女人的地方 你知道那样的地方是不存在的 不是他工作的 那怎么样呢 那有没有一个地方工作是只有男人 没有女人 男女差不多得也行 不行吧 男女差不多 女人的多和少 和他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亲密 有关系吗 所以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要逼他逼到哪一步为止 到哪一步你才会满意 你才会感觉到安全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他那 是出在你这儿 你自己太没有分量 而且最重要的不是他认为你不够这个分量 是你自己都觉得 我 是没有那个分量的 我是很轻的 所以你变得有分量起来好吗 男生啊 婚姻的自由和不自由很简单 你选择了这朵花 你就一定要拒绝那朵花 爱情的本能是嫉妒 所以他这样的反应 虽过激 但是是一个爱你的女人的正常反应 如果他根本不在乎你爱谁谁 那我估计的你们之间也没有多少情感 所以你一定要切记 甭管是现在跟他在一起 还是将来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只有一人真正重视你 才会为你疯 为你狂 女人如果不够自信 就不要说男人花心 男人如果不够自觉 就不要说女人多疑 就这样 谢谢 问问自己的内心 一个男人发自内心的说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一个女人